变成了牛的萝卜 从前一个村庄里 住着一位心地善良 而勤劳的农夫 农夫种了萝卜 没想到萝卜长得很大 像小孩的身子 真是奇怪 萝卜怎么会这么大呢 农夫不想一个人 吃这么大的萝卜 决定跟村子里的人 一起分享 萝卜长得这么大 都是因为有好的地方长官呀 农夫决定选萝卜中 最大的部分 送给地方长官 农夫用古草 织了一个大草包 把萝卜放进去 就来到地方长官家里 大人 我从小就在这村子里种田 可是像今年这样 收获这么大的萝卜 还是第一次 这都是大人的恩惠 地方长官听到农夫的话 很高兴 是吗 这样的话 我就收下了 然后叫下人 从最近收到的贵重东西中 选择最好的一个 给了农夫 下人 下人牵来一头牛说 这就是最近收到的最贵重的东西 地方长官把那头牛送给了农夫 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 什么 只送了一个萝卜 就收到了一头大黄牛 那么 送一头牛的话 可能会收到几亩的田呀 在村子里 贪心出名的金天枝 这样想 贪心的金天枝 当天就把自己养了三年的牛 送给了地方长官 长官 我养了几十年的牛 像这头牛长得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 我认为 这是您的功劳 所以 想把这头牛送给您 地方长官听到这话 称赞金天枝的心 难能可贵 叫了下人问道 最近收到的东西中 什么东西最贵重 是昨天的大萝卜 大萝卜 那个很好啊 金天枝 金天枝听到是萝卜 闹得一阵眩晕 把那个萝卜 赐给金天枝吧 地方长官 吩咐把收到的萝卜 送给金天枝 金天枝 金天枝听到这个话 虽然很后悔 但是没有一点办法 心地善良的农夫 收到了大黄牛 而贪心的金天枝 送了黄牛 却收到了萝卜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